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个肉身菩萨的影片 眼窝身陷 骨瘦如柴 是一位像木乃伊一样的老人 去年在网络上爆火 很多人都把他当作世界上最长寿的人 有人说他活了168岁 正在通过一种秘法 把自己的身体修炼成不服的肉身菩萨 还有人说他是土耳其仁瑞 已经活了399岁 其实这些都是瞎变的 事实上这位老人叫做朗波牙 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泰国僧人 他早就已经双目失明 听力不佳 去年1月份的时候 还不幸因为髋关节骨折而住院 在住院期间 老人的孙女就拍了很多影片发到了网上 一来是记录祖父的身体状况 二来也是希望网友能够给他的祖父去打气加油 结果这条影片就意外走红 收到了1.8亿次的观看 老人也被各大媒体安排上了各种离奇的身份 什么肉身菩萨 世界上最长寿的人等等等等 去年3月22日 老人实际上已经过世了 老人的孙女们也希望网友尊重侍者 不要瞎编他祖父的身份